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彈笑餘生》 近日 恢復聽力的日本歌手中島美嘉 在節目上重唱了自己的名曲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而這樣一首看似普普通通的歌曲 卻曾經在不知不覺中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 讓這個世界輕聲率最高的國家迎來了史低 當初的他生死力竭 唱出了對生命不公的抗爭精神 以及敵死不從的豪邁之情 而如今 千帆過盡 他只是平靜地唱著這首已經唱過千百遍的歌曲 但平靜中依然充滿了力量 1983年 中島美嘉出生於日本洛爾島一個平凡的家庭中 父親是貨車司機 母親是家庭主婦 生活的窘迫讓他從小就沒有信心 十分自卑 也正因為如此 膽小的他在中學時期經常被同學欺負 中學二年級時 因為實在忍受不了 他選擇了轉學 後來他還創作了《十六》這首歌來描述自己之前被欺負的那段經歷 長期生活在壓抑之中 中島美嘉的學習成績自然不好 於是中學畢業後 他沒有繼續讀書 選擇了進入社會闖蕩 可沒有學歷的中島美嘉只能做最底層的體力活 而這樣的日子並不是他想要的 經過無數個思考自己前路在何方的不眠夜晚後 他將目光轉向了娛樂行業 在工作之餘 他努力地收集各種模特招聘的信息 但因為毫無經驗 每一次都以失敗告終 在他18歲那年 終於迎來了轉機 抱著嘗試的心態 中島美嘉將自己的視唱磁帶寄給唱片公司 他獨特的音色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並因此獲得了參加日本心理音樂與富士電視臺 舉行的聯合選秀《Sony Eilishan》的機會 因為在選秀上表現優秀 中島美嘉賽後立即被安排出道 幸運的他一出道就資源滿滿 甚至作為主演出演了電視劇《心速傷痕練歌》 還演唱了主題曲《Stars》 也因為這部劇獲得了日劇學院上最佳新人獎 次年 中島美嘉乘勝追擊 發行了自己第一張專輯《True》 這張專輯發行首周就登上了Orican工信榜冠軍 銷量突破百萬 還獲得了日本金唱片大獎 同年 他還登上了相當於日本春晚的NHK紅白歌會 影視唱片《兩開花》的中島美嘉可謂是那幾年的最強行人 風頭一時無兩 2005年 改編自《史澤愛》的同名漫畫的電影《Nana》讓中島美嘉的事業 又到達一個新的巔峰 她在電影裡飾演的大棋娜娜一角 還原度可說是百分之百 這個角色也讓她成功拿下號稱日本奧斯卡的日本電影學院獎 優秀女主角獎和新人獎 此時的中島美嘉正處於人生巔峰 不僅在日本很有名氣 在整個亞洲的知名度也非常高 甚至被譽為亞洲音樂界的第二個鄧麗君 然而 命運總是喜歡開玩笑 2008年 中島美嘉被醫生下了潘疏 確診燕骨管開放症 這種疾病的患者會因為呼吸的空氣能很自由地從開放的燕骨管進入中耳 從而引起耳內有持續或間接性的耳鳴 而且在呼吸和說話時 耳內會產生很強的共鳴 嚴重是根本聽不清自己說什麼 此外 耳朵還會產生刺發性疼痛 醒鼻時會耳痛 而且聽外界聲音時也會耳痛或產生震動感 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 中島美嘉四處尋醫 換來的卻是一次次被告知無法治癒 之後 中島美嘉便後天失聰 再也聽不到聲音 作為一個歌手 聽不見簡直是致命的打擊 熱愛音樂的中島美嘉開始慌了 聽不到之後更是影響了發音 發音不准就開始亂發音 亂發音時間久了 中島美嘉把嗓子唱壞了 嗓子壞掉以後 中島美嘉演唱會更是成了車禍現場 聽眾們開始不滿意 紛紛要求其趕緊退出演藝圈 然而 對音樂的熱愛和執著 讓中島美嘉不忍心輕易放棄 對於殘酷的現實 他無力改變 於是 在2010年中島美嘉宣布暫離舞臺 在跟觀眾告別的那5分鐘內 臺上的他淚流不止 一句話都說不出 那時也有人說 中島美嘉已經在職業生涯裏創造了無數輝煌 榮譽和獎項也都收穫得差不多了 即使隱退也不會有什麼遺憾 可是 中島美嘉的追求並不止這些 他早已把音樂融入了生命 對他來說 再也不能唱歌 無疑是致命的打擊 最終他沒有讓大眾失望 一年以後 調整好狀態的中島美嘉 重新帶著Americk For You回到了舞臺 完成了與粉絲們的約定 重新復出的中島美嘉 雖然嗓音已經無法恢復之前的狀態 但是 有過此次經歷 更能將自己的感情在歌曲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彌補了不足 很多人驚訝於他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重新回歸舞臺 而在這背後 是中島美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在不斷嘗試新的練習方式時 雖然還是會經常崩潰到哭倒在凳子上 但是 這個倔強的女孩總是在流完眼淚之後繼續練歌 聽不見 他就用牙咬著筷子來感受音樂的旋律 把頭貼在音響上感受音樂的節奏 用腳踩著地板打出節拍 某個節目中 中島美嘉這樣說:「雖然當初很多人遺棄了我 但始終有那麼一群人 他們願意和我一起相信 我還能重新歌唱 正是他們的陪伴和等待 才造就了一個新的我 2013年 中島美嘉收到了來自秋田先生的一首歌《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並用新的歌唱方法將它帶到了聽眾面前 他說:「要把這首歌送給和他一樣 曾面臨或正在面臨困境的人們 雖然嗓音不再完美 但會用自己最真摯的感情來唱歌 這麼多年的辛酸與努力被中島美嘉唱到了歌曲裡 而且歌詞都仿佛是在講述他自己 秋田先生更為其留言道 為了描寫濃烈的希望 必須先描寫深層的黑暗 這首歌的出現 讓中島美嘉的事業重回巔峰 實現了歌唱事業上的逆風翻盤 後來更是出現了萬人在中島美嘉演唱會上合唱雪之華的震撼場景 演唱會主辦方還特意把那次參加演唱會合唱的一萬名粉絲的名字 挨個打在了公屏上 每一個名字都代表著對生活逆境的反擊 重新出發之後 中島美嘉也遇見了自己的愛情 和日本的排球選手清水邦廣相識相戀 在交往了三年以後 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兩人初次見面也像是小說裡的情節 美嘉在電視上看到了清水邦廣的比賽後 覺得就是這個人 隨後立即決定飛去現場看他 並在賽後給他遞了一張寫著自己電話號碼的小紙條 並說請和我做朋友吧 而清水邦廣回憶道 從那開始我們便有了很多的聯繫 在雙方都覺得情投意合的時候就發展成了戀人 不過 雖然相識是他主動 但是首先提出結婚和求婚的都是我 兩人的婚後生活一直是甜甜蜜蜜的 2015年 中島美嘉還被媒體拍到去現場為丈夫加油 而且 只要一起出門約會 絕對會被認出來 因為清水很高 非常容易受到關注 清水還經常笑呵呵地說 自己就是中島美嘉在這裡的指示牌 有次中島美嘉去探班 後面攝像機還跟著 看到老公的瞬間 便馬上就衝過去要抱抱 清水嘴上說著不要 會被拍到的 但身體卻誠實地摟住了老婆 清水還在節目上說 去比賽的路上都會一直聽著老婆的歌 提高精神力 並會想著一起加油吧 然而 這樣美好的愛情最終還是敗給了距離 中島美嘉日常會以東京為中心展開自己的音樂活動 而清水的俱樂部卻在大阪 並且經常要全國範圍地打比賽 而且兩個人都無法為對方妥協 最後在2018年 兩人宣布了離婚 很多人都覺得 那個時候是開朗樂觀的清水幫中島美嘉度過了那段艱苦的時期 把她從痛苦的深淵裡拉了出來 但她卻說 在最黑暗的那段人生 是我自己把自己拉出深淵的 我們要習慣於自己解決生命中的坎坷 雖然在經歷事業的坎坷之後 愛情也夭折了 但是中島美嘉如今的狀態卻很是不錯 前陣子她還在節目上表示 自己出道20年 最快樂的時候是現在 因為現在聽力已經恢復了 而將唱歌看作畢生信念的她 真正高興的是終於可以聽到自己走音了 這也代表著她能給自己的粉絲帶來更好的體驗 中島美嘉與燕谷館開放症已經戰鬥了有15年之久 本來對恢復聽力這個事情已經不抱希望了 也學著在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個身體 誰知命運總是那麼不按常理出牌 當初被醫生判下死刑的耳朵居然陡然間恢復了 或許很多人會為中島美嘉遭受這麼多痛苦感到不忍 但正是這些坎坷在無意中塑造了完整的她 在中島美嘉原有的音樂天賦中 也從此加入了一種名為情感的添加劑 這是上天對她的別樣恩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 我們 您可以提前一點